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品牌的評價 這個品牌在過去一年中在我的Facebook 瘋狂地出現 無論是自己的廣告 或者是一些台灣節目的推介 甚至是一些不知為何會彈出來的評價 都是這樣洗版 怎樣每一次New Fit的時候都會看到 就是台灣的《未來美》 這品牌不是經常播出 所以人的購物有少許壓著 有時候不買 一網購起來 我就買了一大堆 反正都買了這麼多 不如跟他們做一個評價吧 大家認識《未來美》都是因為面膜 有一段日子這款8分鐘氣質面膜是超級無敵 這個藍色是保濕 這個粉紅色是美白 這次我買《未來美》的產品 就是在iQueen的App買 賣滿$3000台幣便會免費送來香港 裡面不只有《未來美》 有其他不同的品牌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如果買這款氣質面膜 這款是$399台幣便會送來 一盒有四塊 這款面膜的精華就是白色的乳液狀 是有少許厚的 不是水綠綠 dél 可以滴下來的那種 最特別的地方是面膜的質感 是有一格一格 咳嗽的厚度 不會是平常最薄 很透明 敷面上的也算是貼面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歡這個面膜 覺得他們敷完後真的很保濕 或者真的有白度 但在我身上 其實我不覺得有什麼很驚人的效果 首先我撕開了面膜 就沒有那種嘩一聲剝殼雞蛋 突然整個臉亮白了 好像廣告效果 就沒有發生在我身上了 另外如果你說保濕效果 都是維持到多一天左右 所以我其實不是最喜歡這個面膜 然後第二款我用過的就是 8分鐘安平保濕面膜 這兩款面膜都是去年有朋友幫我在台灣買回來 其實我沒有回購這個 這次我是回購了兩盒這款的安平面膜 因為我覺得這款真的很好用 這盒面膜的價錢大約是50港幣 裡面只有三塊 所以每次敷約17港幣 但我覺得它非常非常值得 我打開裡面給大家看看 它除了有面膜之外 它後面是有三支安平的 首先你是搖勻了安平 然後拔開它 然後塗在臉上 再之後才開這塊面膜 敷8分鐘 這款面膜它的保濕效果是非常之好 可以保持到三天 它這面膜紙其實都很薄很貼 裡面不算有太多精華 它的重點是在這支安平的 但是我自己有試過 如果只用這支安平然後塗霜 的話 效果是沒有你用完這支安平 去敷一個面膜那麼好的 而最後這一塊 你看到我已經用了 因為我只有一塊 它的名字叫做星級水潤面膜 我上去看那個APP 都是399一盒 每盒有四塊買一送一 這兩款不同的地方 就是氣紙面膜就是一塊面膜 然後這一款的星級面膜 它也是有分step 1和step 2的 它跟安平面膜相反 因為安平面膜就是用了安平才敷面膜 這一款就是敷完面膜之後 再塗一個保濕乳霜在上面 單純說面膜質地的話 我最喜歡就是這一塊 因為它裡面是很薄 你敷了上臉那裡 好像一個透明的膜 非常非常貼面的 它貼面得來 它的精華是非常足夠的 全臉都好像滿滿注入了精華的感覺 敷完之後我會按一按摩 有剩的精華我便會洗走它 接著step 2 就會有一個極致鎖水保濕乳霜 這一包其實是幾多下的 所以為了讓大家看看質地 我就特地用一個小瓶子留下一點點的 它的乳霜的質地 就會有一點滋潤 但是是很好推的 比較輕身的 不會很厚重 晚上很黏的 做一個鎖水的效果也相當不錯 有觀眾跟我分享 它用上面這個霜霜的時候 是敏感的 而且一旦塗完整塊臉 然後整塊臉都敏感 所以我自己就慢慢 逐少逐少地方去塗 我便沒有敏感 對這個霜霜 分享完三款面膜的話 我自己最喜歡的 都應該是安平的 但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 它這一塊的面膜 我喜歡是它那支安平的 效果很好 所以 所以我就買了它們不同的安平組合 藍色這一款就是剛才的保濕安平 所以我還未開 裡面一套是有十支的安平 另外紅色的安平是美白 而綠色的安平是水潤的 我都用過一下 一開始我完全分不到這兩個 一個是保濕、一個是水潤 我覺得究竟有什麼分別 如果你的人是比較混合性偏乾的話 或者本身的人會出少少油的話 只想保濕 其實就買藍色這一款 但如果你的皮膚真的很乾 成熟肌 之後有少許脫皮 需要除了保濕之外 有滋潤的效果 其實我就會選水潤這個配方 但其實我最喜歡那個 竟然我都沒有想過 是美白這個安平 我沒有想過用了一個產品之後 你第二天起來 是會發現自己的臉 是有一種透亮的感覺 它很神奇的 它那種美白是不會白到黑眼圈的 但是我除了黑眼圈以外 的所有地方 都是白了 是整個人光了出來 是超厲害的一個產品 而且它的耐性效果是有兩至三天的 而且我覺得這一款安平 是一個肺肺面膜救星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有時候有些面膜 你買了回來 可能你會覺得它很雞辣 沒有什麼狀態 除了保濕 之外 還要睡醒了 就沒有那種 不知道它有什麼用 的話 這一款安平 是可以救到那種面膜的 所以通常我會搖勻了 安平 然後塗在臉上 例如這個是美白 我會配搭一個肺肺的保濕 打上去 令到它這一種的安平精華 完全是封死 被皮膚吸收 之後你就會發現 效果真是神奇 然後就到這一枝的 蓄效保濕輕乳霜了 這一枝大家在Facebook應該見過無數次 你擠了出來 一邊塗的時候 一邊閃一邊閃一邊閃 然後好像有一層很漂亮很漂亮 塗了highlighter 像現在這樣的一個光澤 雖然我覺得它的效果是誇張了一半 但是我不會說它是一個不好用的cream 我自己也蠻喜歡它 這樣擠一噴 其實就已經足夠整個臉去用了 你看到一推出來 是不是馬上融化了 變成了一些水 它的價錢是150港幣左右 裡面有100ml 雖然這個包裝我不太喜歡 因為看不到裡面用剩多少 但是它的性價比真的蠻高的 它的質地我覺得介乎在cream和gel中間 如果gel你塗完整個人很清爽 完全不黏手的話 它又未至於的 但是又不會去到一個cream狀 是很有存在感 很焗促 有層的東西 但是它是有一個輕保濕的作用 就真的形容得很好 我覺得春夏秋天用它 其實日間也是很足夠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口罩 如果用了它再戴口罩的話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的 所以平日在家裡 如果不出街不戴口罩 或者不會是馬上戴口罩的時候 我會用它 但是如果你說我一塗完東西 就要出門口的話 它就未必是我現在的首選 最後就要說這個氣墊箱 應該都是和素顏商是朋友 那一瓶的價錢 就是約170元港幣 它裡面是有30ml 然後有SPF30 一擠出來就是一坨粉紅色的醬 現在先試在手上 你會看到這個醬 其實都很白的 當然因為我是很黑的一個女生 我的皮膚真的是超級健康膚色的一種 我不斷擦了一層之後 你會看到分別都很大 它除了白了之外 是可以做到去黃的效果 我現在素顏塗上臉 你會看到很白 好像面具 它好像塗石膏一樣 這半邊面就是塗了氣墊箱 它的遮瑕力不算高 一些下巴的紅印 或者面上的翻點 都不可以完全遮到 但是對比起素顏那邊 很明顯就有提亮 白了的那種感覺 我發現它是完全遮不到黑眼圈的 但是你說均勻膚色 整體提亮的話 其實它是做得算是OK的 就讓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這塊面上沒有其他瑕疵 純粹是有時候氣色不太好 比較暗沉 或者比較黃一點 但是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要遮瑕的話 用完它 就真的可以外出 但是如果像我這樣 其實素顏真的沒什麼看頭的 之後黑眼圈是超大 眼袋超大的話 我用完它也是不敢外出 我也是要畫眼耳後鼻 畫眉的時候才可以外出 我又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你塗一層它和你塗一層粉底液 時間是差不多 對我來說 所以就 depends on你自己的需要 對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台灣未來美的產品 不知道是燒到大家還是滅火 我知道的 有些產品 例如這一款面膜 有些人會覺得人生最好用的面膜 但在我心目中就覺得一般 一般的 如果有跟我不同意見 或者相同都好用過 有什麼感受 都可以留言 和大家觀眾一起交流一下 如果你也喜歡今天這條品牌review片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會推出兩條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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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世界大部分 最久